是不是很有二時學生的味道? 很好吃 加辣可以嗎? 我用來加辣 很好吃 這是芒果 大家好 我是Benjamin 大家好 我是Yuko 看看我們身後背景 我們今天回到香港了 這裡在哪裡? 不用說 大家都知道 就是 啤衝廣場 香港人回香港 第一時間加入葵房 掃一下街 你不要回來 有沒有什麼想吃? 海南雞 煮腸粉 魚蛋 牛雜 雞蛋 隔仔餅 說不完 我們要開場也要開麵 哈哈 事不宜遲 我們不說那麼多 現在沒有人馬上去找食物 好 第一站 美食品 就是吃這個 Lolo Lolo 我知道這些 很多學生會點這個 但是我當學生的時候 其實我是沒有吃過這些 我吃過 點過麵 然後有什麼 這個魷魚咀 蜆肉 毛骨鳳爪 牛排葉 多少錢? 22元 我選這間的原因是 因為我覺得比較乾淨 因為它的東西都放在冷藏櫃裡 隔壁一檔 是放出來的 自己拿的 我看我的樣子 很棒 我能吃嗎? 我真的很久沒吃過 我很心急 我知道你很肚餓 是不是很有兒時學生的味道? 很美味 很開心 我是加了蒜蓉和辣醬 你不能說到它很好吃 但是如果作為一個學生來說 這麼便宜的價錢 可以吃到質素的味道 我覺得就是這樣 你在香港哪有可能 還能吃到20多元的食物? 我這種的好吃 是很懷念的味道 就是這種懷念的味道 你一口口那一瞬間 好像突然回到幾十年前 有沒有幾十年前 我去日本也是22年而已 幾十年了 其實吃Lolo 我只想吃一件東西 但我發現現在已經沒有了 是牛骨腥 我第一次吃牛骨腥 應該是喝茶的時候 我也很想吃飯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有哪一間Lolo會有牛骨水 有的話 我知道下次回香港我會去吃 如果喝茶有的話 大家都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給你們聽 吃火鍋也可以 你是否想吃 想 我現在考慮吃什麼 有些在吃有些買酒 又可以 天秤座的一個弱點 就是選擇困難症 下一站 泰出色甜品 泰出色 這個泰是泰國的泰 就是我們今天第二站來的 這個吃泰國甜品 是什麼 你給什麼吸引到 就是因為我看到它的招牌寫著 純手工製造 無添加劑 所以我就想過來試試 我們點了兩件 桂花糕和番蘭椰汁糕 但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它會比較差 不是說現在不能用膠 7元一件 兩件14元 很香椰汁味 好像是大菜糕 其實我沒吃過的 這個 番蘭蛋糕我吃過 但番蘭的味噌汁糕 我沒什麼機會吃 因為在日本吃泰國的食物 是不會有這樣的糕點的 在日本買不到的 我現在有一種 好像回到香港吃泰國的食物 的感覺 花糕試試看 香不香 這個飯真是很美味 因為我試過有些桂花糕 是沒什麼桂花香味的 這間有 又不是很甜 清淡淡的很好吃 我覺得可以再香一點 其實可以的 好吃的 其實我回來香港 很難說一些不好吃 因為我太難一點 因為你太難沒吃 所以把我口裡都沒有味道 嘩 牛雜 好想吃 喂 你好 Hello 你好 Hello 牛雜是醬香味濃的 加辣可以嗎 加辣可以嗎 加辣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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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辣可以吃咖喱醬 剛才剛剛煮 你說得這麼棒 我就要來牛雜先 我們要大碗 我請你吃個好東西 收你錢 這是脆骨 謝謝 很好吃 我好久沒吃過牛雜 我幾年沒吃過 起碼五六年 下一站 美芝樂 美芝樂是吃牛雜的 我是被牛雜吸引過來 老闆告訴我們 他的牛雜是絕對絕對好吃的 怎樣好吃的 因為他說是蘋果日報曾經介紹過的 形容他們四個字 醬香味濃 沒錯 剛才第一樣吃到我最喜歡的牛肺 牛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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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加了這個芥蠟 真的好香 好入味 我喜歡的味道 他不是給我很多醬汁 但我只吃過牛肺 我想出的好入味 我吃了牛肺 牛肺很棒 有試吃鵝鯛的感覺 有試吃關東煮那種 但它是牛雜的醬香味 稍後告訴大家 老闆今天有這個脆骨煎肉 他說其實不是在他們的菜單裡 但今天有補貨 所以他請了我們吃一口仔 試試看 嘩 聽到了聲音 它脆的味道很美 脆骨很脆 裡面的炆得很軟 Hello Hello 對呀 來一頓飯 謝謝 我們試試這個叫什麼 牛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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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哪一塊 我也不知道它哪一塊 那就是牛肺 那就是牛肺 那些粉粉的 哈哈 我喜歡它這個粉粉的口感 加上它一咬下去 它很美味 老闆 牛肺很棒 然後那個脆的也很棒 真的嗎 剛剛試了那個腸 腸是不能輸的 這個腸清潔得很乾 沒有糞 有糖 很爽 那個雞辣魚 不是很功鼻那種 不功鼻 剛剛我可以召起牛雜汁的香味 老闆請了我吃燒賣家 比仔咖哩醬 我先試一下 咖哩醬 有一點味道不同 但有一點甜 不是很辣 很香 魚肉很彈 咖哩醬很好吃 咖哩醬很好吃 但咖哩醬是不是應該要配魚鹹好一點 那當然啦 不過算了老闆送的 我不要求那麼多 送的 剛才牛雜是36元一碗 魚肉燒賣10元7粒 這樣真的很好吃 可以 下一口 咖哩醬 這一站咖哩 是剛才吃牛雜的老闆介紹的 我們來吃的 那吃這個炸雞 等一下 吃炸雞之前 就要先吃一個 on not up rock 最近很多觀眾 都經常問我們 為什麼你吃那麼多東西 都還瘦了 為什麼沒有可能 會變成火能 我是 我瘦了 大家可不覺得 其實我真的瘦了 十幾kg 如果從最開始說 應該是20kg 如果大家有看我們這影片 之前都會留意到 一開始是比較圓潤一點 那時候已經減了一點 現在就越來越瘦了 其實瘦了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我用了這個on not up rock 大家都發覺 很多日本人 他們的身材都比較妙調一點 但其實他不是說吃得東西少 其實日本人吃東西一點都不少 但是很多日本人 都會用一些減肥的食物 去幫助他們 那這個on not up rock 我就覺得細細包帶出街 就非常方便 而且他還有這個科研實證 三倍級油和抑制這個66%的澱粉吸收 所以我們吃這麼多肥膩的食物 我們都不怕的 我們平時都帶著出街 吃兩顆先 好啦 吃完on not up rock 吃炸雞 先冷靜一會 可以放心吃 我們這次這個炸雞 它是色色雞 所以它的名字叫做錯雞 我們今天點了兩款雞 一個是雞腿肉 另一個就是雞丸骨 它有很多不同的色色料給你選擇 我們今天選了這個 避風塘 很港式的味道 哇 很美味 很驚喜 這個雞很滑 日本的炸雞一向都很出色 但是雖然雞就沒有香港那麼滑 我試一下 好吃 這個雞出色 它的炸粉做得很出色 接著加上它的比方糖的味道 很野味很香 這個雞腿肉 很脆 雖然吃炸雞的味道真的很邪惡 但是我們完全不用怕 沒錯 因為我們有安辣的blog 所以吃了炸雞都不怕 放心吃 下一集 上海餐 滋滋蒙蒙 芒果特飲 上歌是不是有芝士奶蓋 好了 我們先搖勻它 試一下 你這些習慣 一打開的角度 通常是先舔上蓋子 因為很滴 吃東西不需要太多 最重要是好吃 我還舔上碟 其實日本很少芒果類的食物 因為日本的芒果除了宮崎芒之外 其實它沒有什麼芒果產 公平芒只有甜字 就不太香 所以不適合用來做甜品 而且價錢很貴 回到香港當然要 抓住芒果 不要讓它走 試一下 好吃 這是芒果 有點像芒果西米爐那種感覺 但它有一點芝士奶果味 它有芒果果肉 這東西日本真的輸 你就算喝日本的芒果汁也好 它真的倒出來的芒果汁 但在香港經常可以喝芒果果肉的芒果汁 日本的芒果醬 喝完東西吃什麼 我們在找東西吃的途中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們的影片 其實知道我們早前 有很多逛街吃的影片在日本 因為我之前是太瘦 所以我對於增肥 但是拍這些食物影片的時候 不只想吃一吃增肥墨果肉 Benjamin有個大肚子 大家可以看看這張照片 我早前的肚子真的超級厲害 肥仔 所以我們就要減肥 不是我們 是我而已 除了跟Yuko吃過剛才那一隻 就是Unacal Block 外 其實我自己另外還有一隻 叫做Pocory Burn的產品 它修圖冷卜的效果 真的超明顯 所以我是兩隻一起吃的 其實大家知不知道 日本是很流行吃一些發酵的食物 例如蠟豆 或者鹽菊 這一類的食物 加入了這些成份 在瘦身產品裡面 看看這隻產品的成份 裡面也加入了一些 抑枝菊菌 還有黑薑精華 多了2.5倍燒脂 薑 多了土腩之餘 也吸收少了油分 我拖腩收得這麼快 是啊 我們現在真的瘦了 不怕吃多一點 我們再找下間也可以 好 繼續 猫猫啊 好可愛啊 喂 好可愛 好可愛 阿嬌虎 我們在這裡掃一輪 站在這裡吃 請你吃這個芒果 多謝 多謝 下一站太豐酥 吃這個海南雞 冬冬陣陣 我也買了 回香港一定要吃雞 這麼大份 兩個人吃不吃得完 這裡半隻 我一個人都可以吃得完 哇 好肥啊 紅油雞 還有另立立的 還有三個醬 酸辣醬 蠔油 酸辣醬 嗯 紅油雞 我這些叫開雞吃的 真的很久沒吃過這些雞 它不是去骨 是啊 然後皮爽爽的 雞肉是滑的 好好味 尤其是皮 又爽又滑又冷 平時你吃雞 都會去骨 但是這個沒有皮 但又不要吃雞 回香港吃雞 不會去雞皮的 放心 今天我們吃了這個 那個VLOG 就是POKA的打底 所以吃什麼都不用怕 吃到差不多 我想去夾糖 其實我很喜歡 提到夾糖 我以前在香港 真的久不久 可能一個月來夾一次 六個八而已 一百克 我想我有十年以上 沒試過夾糖 拿個袋先拿個袋先 你知不知道你在日本夾糖 很貴的 那些袋 在這裡四分一而已 可能這裡已經是一塊水了 我可以夾包 是不是 這樣來的了 吃不吃蛋的 吃 這個蒂子 這是沒有酸沙的 開始夾一點 我要吃蟲 有綠色的蟲 有紅色的蟲 我還要這個 海豚 這個海豚 不是沙魚嗎? 大家告訴我這個 大魚, 不好意思 這麼大支可樂 這支是2.5厘米的 我們夾一些酸沙 從這裡開始 這個好吃 紅色那邊是我 黃色那邊是你 這個也是可樂 這隻比較好吃 比一瓶瓶的 多夾一點 哇 可樂腸 後面還有 這些可以夾嗎? 這些可以 但是我不會夾 為什麼? 因為放在外面 有時候夾一夾一下 就會掉了我們 你知道它會不會倒上去 我們夾裡面這些 這是什麼?西瓜 西瓜味 我吃這些 這些好吃 這隻也要 我想要可樂味 其實我告訴大家 我小時候 是沒有玩過夾房 這麼好玩的你都不會 家教比較嚴 大過了 中學才開始試過 所以我現在很開心 你知不知道我的心情 是多麼興奮 大家應該是理解不到 我小時候是放學 要馬上回家 這麼大包的盆 我還看到這裡 有很多東西買的 所以我想呢 薯火 山楂餅 我還想買這些 光蘿乾 芒果乾 這個是酸的 芒果乾 我需要這個 這個我要 這個我要 這個盆頭火 哇 我一定要買 這個 我要買一些回去做手信 買多一包 蜜蜜蜜 我要立了 家勇子 在香港的朋友 會不會覺得我們兩個很瘋 但當你離開了香港很多年的時候 回來見到這些東西 你就會很開心 阿靚姐姐你好 見我們這麼多東西 給我一個盒子 就是日本人 他們看到這些東西 他們會覺得很可愛 因為他們沒吃過 你真的掃了別人的東西 他已經不夠大 可以做我的眼鏡 椰子糖 我想吃瑞士糖 你不如索性把別人的店舖放回日本 你這樣不行 哈哈 八道糖 下一站 長洲地道糯米池 那當然要吃糯米池 還要吃芒果味 你看多大顆 這個就是中芒 一顆多少錢 二十 兩顆三十七 哇 好吃 好像是舊芒果 他說中芒也很大 芒果很甜 還有芒果 他那些是女送芒 還有那個芒果 還有那個芒果 是好吃的 我給它是出色的 一輩子 哇 吃長洲糯米池 不需要去長洲 葵廣都可以拿成 其實呢 很多觀眾經常都問我 Yuko你吃這麼多東西 你怕不怕糖化嗎 我真的不怕 因為我有這車 一筆X 它有幫助減低糖分吸收 而且可以保持身形 皮膚還會變白了 因為其實糖化的話 個人會很容易衰老的 我也知道很多女士 很喜歡吃甜食 但我也有聽過 吃甜食多 皮膚會容易老一點 容易黃一點 是啊 因為現在其實在日本 都很流行 紅糖丸 美白丸 那些 食物 但這隻 Livitz X Plus 它有幫助美白 而且可以減低糖分吸收 下一站 熊仔小吃 吃什麼 當然是咖哩魚蛋 還有生腸 好像很好吃 是啊 為什麼我會選這間吃咖哩魚蛋 因為我看到很多明星和youtube大前輩 他們都有介紹過 所以我一定要來試一下 我不客氣了 好辣 好辣 辣到開著了 它的陳皮魚蛋真的很香 陳皮味 你試一下 很美味 雖然魚蛋不太大顆 好吃 還有生腸 肥仔汁生腸 香港的味道 醬汁很重要 我也是喜歡吃魚蛋 對 本人值得一次 魚蛋真的要試魚蛋 夠香夠辣 下一站 同路人 紫菜肉鬆蛋糕 和甲仔餅 為什麼你這麼聰明 因為剛才牛雜 比老闆介紹好 還有這個紫菜肉鬆蛋糕 我之前出差去國內試過 在杭州 很美味 所以我現在知道這裡 香港也有 我就要試一下 我們吃了肉鬆蛋糕 這間店的肉鬆 是用雞肉鬆做的 不是豬肉鬆 看樣子不錯 有材料 很帥 很帥 好像我那麼帥 對 知道你帥 看來看 真的是蛋糕 我以為只有名字 好吃 肉鬆還要脆 它的味道挺好吃 雞肉鬆很甜 肉鬆很甜 肉鬆很甜 裡面的醬很甜 還有紫菜和沒有紫菜 我覺得可以加一元 加上紫菜會令整件事更香 有很多 開始來這個 格仔餅 例如流沙奶王 可不客氣 可以的 但我覺得剛才的肉鬆很美味 好吃 它的餡不是很甜 香的 不會過分地甜 但如果你問我 可能我吃到傳統的格仔餅 我會想吃煉奶加白糖 但它不是辣椒 它是好吃的 這個白仔餅不是脆的 軟腹的 喜歡吃大黃香味的朋友 可以試這個 我真的手推肉鬆白糖 我們今天在葵港吃了整天之後 還有東西帶回來吃 有吃有力的 就是海南雞飯那裡的老闆娘 請我們吃的 芒果糯米飯 還有三色的 三色的 其實以前這樣吃法 很容易吃大個胃 一吃一吃一不覺得 然後吃了很多 很多時候吃完之後 會吃飽 一直不停吃下去 然後就變肥仔 但自從吃了這隻 吃了七成就開始覺得飽了 再加上手上這隻 bocory burn 幫忙收腩 在裡面燒至 不單止 腹腩燒得快了 出汗還多了 是不是真的 現在整身汗 我吃了這隻 Lovet S Plus之後 不止有腰和 而且皮膚都更好了 所以我就很推介 女士們吃這隻 Lovet S Plus 現在在他們的官網 就有這三隻 一套一起賣的 大家趕快進他們的官網 看看素貨 記得素貨 我們今天提到美食之旅 又到這裏 如果喜歡我們這條影片的觀眾 記得收集給我們 還沒訂閱的 記得訂閱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繼續吃 還有咖哩魚蛋和涼皮 是 非常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